章华縣長照2.0多功能服務中心 暨衛福大樓動土典禮 於27日舉行 由縣長王惠美與各級明賴等人 共同啟動 祝福工程順利展開 衛福部在這一次的長照裡面 也提供給我們9700多萬的經費 縣府自己拿出來2億200多萬的經費 所以總經費在3億的部分 那就希望能夠營建一個地下一樓 地上六樓的一個完整的一個 日照長照的一個社福大樓 那在這個區塊裡面呢 總共的面積大概有1300坪左右的一個面積 那未來一樓會做日照中心 然後呢我們還有我們的失智中心 以及我們的長照的一個這個住宿型的部分 那就是希望提供給長輩一個好的環境 也讓年輕人不用擔心長輩能夠好好的來奮鬥這樣 共同來協力喔 因為畢竟現在的建築成本的上漲 讓整體的施工都會有遇到一些困難喔 那也希望說大家都可以共同來協力 讓我們彰化縣的長照及社福大樓可以順利的完成 我想感謝我們黃縣長一起努力的推動 尤其在社區基點的這個西基點的長照 已經快速的增加很多喔 那讓長者有所養喔 這個是我想這個是派爾維政府應該做的一件事情 再次的感謝大家一起努力的來推動長照 更感謝衛生機這樣的強力的爭取謝謝 彰化縣政府向國有財產局以3400萬元有償撥用 位於彰化市接受北陸境接受新村林裡巷弄間的土地 來新建綜合性長照大樓 本項工程經費由中央補助9779萬元 縣府自酬2億221萬元共計3億元 未來將提供彰化市鄉親一站式的長期照護服務 讓長者延緩退化 有尊嚴的健康快樂的度過每一天 公益頻道張華允彰化採訪報導